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已开具需要使用小药包配合小药瓶给用的药物。 该教学视频将帮助您有效、舒适和安全地使用药物。 要开始使用,请选择一个干净的工作区。 布置好后,使用抗菌肥皂和温水彻底清洁双手。 如果没有肥皂和水可用,则使用纯筋洗手液。 之后用干净的毛巾擦干双手。 按照指示收集用品和准备好您的4R室垫。 静脉注射药物袋,带小药瓶,静脉输液管,静脉输液架,冲洗注射器,酒精湿巾,如需要锐气盒,盒,或垃圾桶。 检查药物袋。 查看标签并验证。 患者姓名和药名正确。 药物量、数量。 药物存储说明。 药物的丢弃日期。 下一步,准备您的冲洗注射器。 在使用注射器前, 先别摘掉注射器头帽,用力推拇指按压键,直到感觉注塞移动就好。 拧掉注射器头帽,向前推注塞,排出空气和多余溶液,按照护士指示的量排出多余溶液。 最后,重新盖上注射器帽。 小心手不要触碰到注射器头。 如果碰到,则需要用干净的注射器从头开始。 把注射器放在一边备用。 对于需要注射剂量的所有冲洗注射器,重复此步骤。 现在即可以准备您的静脉药物了。 上下弯折,打开小药瓶的密封处。 拿住药物袋,小药瓶倒置。 挤压药物袋,使溶液流入小药瓶,再松手,让混合药物从小药瓶中排出。 重复这些步骤,直到小药瓶倒空药物和溶液。 现在即可以灌注您的静脉输液管了。 从包装中取出静脉输液管。 并闭合输液管上的加剧。 从药物袋上取下标签。 再从输液管穿刺器上取下盖。 小心不要触碰末端。 把输液管末端推入并拧进药物袋插口,从而插入药物袋。 确保穿刺器接触到药物,且不要穿破袋子。 将静脉药物袋挂在静脉输液架上。 轻轻挤压滴住气,将其填充到约二分之一满液体,不要装得过满。 最后,慢慢打开加剧,灌注输液管,向其填充药物。 当药物到达输液管末端时,闭合加剧。 现在即可用生理盐水冲洗静脉管路。 用酒精湿巾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,至少15秒。 再自然风干,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的保护帽。 把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推入无针接头,再顺时针扭转,直至牢固连接。 如有需要,则打开静脉导管和或静脉输液延伸组件上的加剧。 用灰停法冲洗静脉导管。 不要在遇到阻力时尝试冲洗。 联系您的护士或药剂师。 最后,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并丢入垃圾桶。 现在即可以给用药物了。 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,至少15秒,再自然风干。 取下静脉输液管的保护帽。 把静脉输液管牢固连接到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。 如有需要,则打开静脉导管和或延伸组件上的加剧。 在药物开始输注时,应看到液体一滴一滴进入滴注器。 您的护士将验证正确的每分钟滴速。 输入规定的计量后,关闭静脉输液管上的加剧。 断开静脉输液管,并按照指示丢弃所有设备。 如果将在24小时内再次使用该输液管,则使用提供的无菌帽盖上暴露的静脉输液管头。 现在即可以再次用生理盐水冲洗静脉管路。 用酒精湿巾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,至少15秒。 再自然风干。 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的保护帽。 把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连接到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。 用推停法冲洗静脉导管。 除非您得到使用干素冲洗的指示,否则请闭合静脉导管和或延伸组件上的器具。 最后取下生理盐水冲洗注射器并丢入垃圾桶。 除非医主干素,否则静脉药物给用即完成。 如医主,则您将需要用干素冲洗静脉管路。 用酒精湿巾擦拭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,至少15秒。 再自然风干。 取下干素冲洗注射器的保护帽。 把干素冲洗注射器连接到静脉导管上的无针接头。 用推停法冲洗静脉导管。 如有需要,则必合静脉导管和或延伸组件上的家具。 最后,取下干素冲洗注射器并丢入垃圾桶。 完成您的静脉药物给用。 以下是SICE程序摘药。 确保您有效地给用您的静脉药物。 用生理盐水冲洗您的静脉管,在指定的分钟数内给用您的药物。 用生理盐水再冲洗一次,用干素冲洗。 随着每次给用静脉药物,您会越来越熟悉这些用品和步骤。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,请联系我们训练有素的专业护士或药剂师。 他们将帮助您了解家庭输液治疗的基本知识,并将回答任何问题。